欢迎来到迷上瘾的灵异投稿区 今天投稿的朋友分享 一段荒谬又令人毛骨爽然的爱情故事 他北漂到台北工作 本来与女友感情很好 却因为买了一只娃娃 女友的嫉妒心跟控制欲都变高 甚至还以伤害自身当威胁 让他们甜蜜的生活走向噩梦 究竟那只娃娃背后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而女友同居原本是美好的生活 虽然她有些控制欲 不过我总是认为这是她爱我的表现 但在一趟泰国之旅后 她的行为产生变化 让我难以忍受 最终不得不分手 有一天半夜 女友的声音吵醒了我 我看了看时钟 是凌晨四点多 我想她可能是去上厕所 也就没多想 闭上眼睛 想赶快入睡 只是过了一段时间 我却听到奇怪的说话声 跟隐隐约约的笑声 我张开眼睛 怎么床边还是空无一人 女友怎么还没回来 看了时钟 已经过了半小时 难道她身体不舒服 担心女友可能出状况 我赶紧起床走向厕所 在准备敲门询问前 听到她的第一声细语 就是你跟朋友 这样悄悄话的那种声音 我敲门 问她怎么了 她说话的声音 瞬间停止 感觉就像是 做坏事 被发现一样 让我不禁产生怀疑 该不会 是外遇 在跟别人偷讲电话 应该不可能吧 对于这点 我非常有信心 因为女友 是连我逛街 盯着别的女生看 都会吃醋生气的 没多久 女友就打开门 走了出来 这时我看她手里 拿着一只娃娃 是我没看过的娃娃 不知道谁买给她的 我就好奇问她 结果她只说 她累了 要去睡觉了 虽然我感到奇怪 但也只能放下 毕竟隔天 我还要上班 隔天早上 吃着早餐的我 再次询问 娃娃从那来的 她才说 是之前跟朋友 去泰国玩 在路边摊买的 我就笑着说 这娃娃 怎么长得那么诡异啊 好像是真的人哦 怎么会想买这种 鬼东西啊 这时她脸色 变得很阴沉 我知道我说错话了 就不敢再多问 快速吃完早餐后 匆匆忙忙的 出门去上班 过了一周 一样的事情 再度发生 但这次比较奇怪的是 当我问女友 发生什么事 她却完全没有回应 担心 她可能真的有危险 我只好拿钱币 强行将厕所门打开 结果发现 她手拿着玩偶 站在镜子前 不断说着 我听不懂的话 杨瑞叉 你在干嘛 我叫女友的名字 她却还是没理会我 一直对着镜子说话 女友的怪异行为 让我担心 是不是中邪了 我就直接 用手拉住她 用力摇晃她的身体 然后大声呼叫 她的名字 她才突然像 从梦游般 清醒过来 这时我发现 她的眼睛 有点泛红 担心的 问她怎么了 但是她 她只摇了摇头 就走回床上 继续睡觉 隔天早上问她 她说 可能是我在做梦吧 她完全没有这个异象 因为昨晚的行为 实在太诡异 我就上完查询 有关泰国娃娃的资讯 结果一查发现 原来泰国 有个闲门之物 叫古曼桶 跟女友买的 那只娃娃很像 更可怕的是 古曼桶 竟然是用 婴儿的灵魂 制作的 当我一查到 这个资讯 整个人 起鸡皮疙瘩 女友 昨晚那 怪异的行为 该不会 是在 吃什么邪术吧 后来女友 变得很敏感 整天疑神疑鬼的 让我受不了 决定跟她分手 我是一位 在台北工作的中部人 与家人的感情 十分融洽 每个月 至少回家两趟 享受跟家人聚餐 一起出友的 美好时光 女友也有 跟家人见过面 家人对她 也都有 不错的评价 但是 自从她 带回那只 诡异娃娃后 一切都变了 女友对我父母 变得 冷漠无礼 甚至跟我回家时 还要求住在 外面的旅馆 最后造成 我跟邻居妹妹 本来的友好关系 也变得 尴尬起来 邻居小妹妹 因为头发 她总是乱翘 所以我都叫她小毛 她是我从小玩到大的童年玩伴 关系就像是我的干妹妹 有事我单独回去老家 小毛因为对电脑商品不太熟悉 就找我帮她 挑选一些电脑配件 我想都没想 当然说好啊 于是 我们就一同前往 试去那间 没有什么人的 黄色鬼屋 在店里 我为小毛 详细解释 电脑商品的功能 和特点 最后 帮她挑选出一套 适合她需求的 电脑设备 小毛 对我的帮助 感激不已 请我吃了一顿饭 但是女友知道后 对我很不满 她只问我 为什么不先告诉她 她认为 我对小毛 太过关心了 虽然我试图解释 这只是帮忙而已 但她完全听不下去 直接就挂断我电话 直到后来 我用简讯 向女友保证 以后一定会提早告知 避免造成误会 女友才愿意 接起电话 但她要求 我马上回台北 听口气 感觉她还是有些生气 本来晚上 要跟家人吃晚餐 我只好随便找个理由 就赶回台北 没想到 一回到家 她就叫我以后 不准跟小毛见面 当我试图 反驳她的不合理要求时 她就用哭泣 来进行情绪勒索 让我无法拒绝 这样的情境 不只越来越长发生 还变得更加离谱 到后来 当我准备要回家 她总是以身体不适为友 阻挡我回去 这样的情况 屡次发生 搞到我坏两个多月 无法再回到家 家人也为此打来关心 问我怎么都没回去 我不想让家人担心 只能尴尬的说 最近工作忙 这次放假就会回去了 后来为了人顺利回去 我带女友吃她爱吃的日本料理 在女友吃得正开心时 我就说放假要回去的事 结果一听到 她脸色马上变差 我只好说 当天晚上 就会回台北了 然后赶快 转移话题聊天 本以为 她对此没意见 没想到放假那天 她就说 肚子不太舒服 叫我带她去看医生 每次这样搞 让我真的受不了了 我就拿味药给她吃 结果她不吃 还哭了起来 说什么 我要丢下她 不过 我还是坚持要回家 谁知道 她竟然跑去厨房 拿刀子 割手腕 威胁我不准回家 我看她手 正在滴血 吓得说 不回去了 赶紧带她 去医院治疗 面对这样的威胁 我也只能 无奈答应 不过 在我心中 已经预酿出 已经要 离开她的决心 因为这一切 实在是 太拎了 毛骨悚然了 我怕她 会不会半夜 发疯 拿刀对我怎样 后来 虽然完成分手 但也发生 很多怪事 搞到后来 报警处理 甚至 告上法院 未经许可